嗨 歡迎收看大新聞大曝掛 你好是阿拉主播李沛軒 這個禮拜呢 讓我們的哥哥稍微放個假 所以在這個禮拜當中 會有我跟我們的凡哥會交替 來帶頒我們的大新聞大曝掛 不過沒有關係 內容是不會變的 所以也歡迎大家要到我們的子頻來收看 你可以上YT搜尋大新聞大曝掛 幫我們愛用訂閱鍵 看到縮圖點個讚 打開聊天室 加入觀眾朋友討論節目內容的行列 也記得把我們的流量給充起來 避免我們的前衛主播人在收假 還是要擔心我們的流量以及訂閱數 所以大家幫我們多多按按手指沖一波 那在今天的這個節目開始之前 還是跟大家要在工商服務一下 我們的2024不同反響 中天小小主播夏令營的活動 早鳥優惠再跟大家Push一下 是到6月17號之前報名 才可以有所謂的早鳥優惠 那大家一鍵完成就可以了 就掃我們的QR Code 來到快點GO的報名的連結進去 或者你也可以打洽詢電話 66007766 請幫我們轉2404 一樣可以洽詢到這一波的小小主播夏令營的活動 了解更多 那當然除了我們都是主播級的獅子以外 五大課程重點還是帶大家來走一次 養成舞台魅力 那還有訓練聽說讀寫 這個在小朋友來說我覺得相當的重要 尤其對於在上課的專注程度之後的表達能力 都是一個鍛鍊 洞察流量密碼就是中天跟別的地方 能夠給大家不同的一個最大重點 學習出階技能以及體驗 模擬播報 及早養成對於新聞的試讀能力 還有對於新聞的興趣 我們有分為四個梯次 等於包括了整個暑假 都可以讓你任君挑選 從7月8號一路這四個班 到8月23號 每一個梯次就是一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歡迎我們的這個把媽媽 幫我們的寶貝們來多多報名 我們的小小主播夏令營 好 先歡迎我們第一小時非常優質的節目來賓 我們的波及楊明哥 大家午安 他們政策委員 大家好 歷史哥 撒好 大家 是好那當然今天呢 我們還是先講講這個國會的最新啊 因為我們發現到有一股奇怪的氛圍 當然我們知道 今天府方已經正式合可了 來自於行政院的覆議案了 那這個流程要照走 那我相信立法院這邊也會 馬上開始啟動動作 也因為端午連假的關係 所以原本今天的程序委員會 是移到了明天 就是要等府方一合可之後 就要來準備後續的一些工房了 那有沒有可能在6月18號 也就是下禮拜二 會有更多的 也許民營黨要出招 國民黨要防 這個我們都還可以在接下來的一個禮拜當中 細細來談 可是先講我說 復議案是一回事 視線是更後面的事 但現在正在發生的 恐怕是要先操弄 仇恨先行 替罷免來鋪路 敬週刊呢 在今天又釋出了一個 系列報導 你光看這個標題 你大概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他要講的是 許巧欣有捲入三個案子 說法是來自於 這許巧欣大姑的先生 杜秉承 說在筆錄裡面有爆料 許巧欣涉及了還有 潛見聲聞 收受回饋 以及內線交易三個案子 那等一下我們也會帶大家來 稍微看一下 巧欣這邊 直接用聲明和今天第一時間 出來受訪的一些回應的內容 我們會唸給大家聽 只是啦 我要先問一下陽明哥 這個東西打出來 當然我們也知道 他是要來操作仇恨 只是打的 因為是從筆錄裡面抓出來的 到底杜秉承有多少證據 我們連這個可怕 恐怕都不清楚 首先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今天那種 有幾件事情要先釐清啦 第一個就是 他的這個案子 目前還沒有偵查終結 那這些訊息會流到 由媒體來報導 那表示第一個就是司法體系 接觸到這個案件的人 對外講 那第二個就是 杜秉承的律師 不告訴媒體 他就他聽到是這樣的狀況 大概就只有這兩種可能 一個就是違反偵查不公開 一個就律師刻意對外放話 那去咬徐曉星這件事情 我覺得 我覺得 這第一個就是說 杜秉承他說什麼 裡面覺得三個案子 什麼潛艦聲文 什麼內線交易 那 我們先不管他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 有憑有據有沒有這回事 但是 光是一個潛艦聲文 他講這四個字 潛艦聲文聽起來很專業 哇這個先得到這個 好像潛艦國造 我們一個非常機密的內容 但是當然等一下那個 下一個小時 張靜老師他是 這個方面專業 也由他來講最清楚 但我可以先簡單的跟大家講 在徐曉星 即便 擔任立委了 如果他知道 我們的潛艦聲文的資料 那不得了 國防部有人要下台了 潛艦聲文是 任何一個 潛艦的最高機密 而不要忘記我們的 那個海坤號 我們下水測試了嗎 沒有 對啊 沒有下水測試 怎麼拿來的聲文資料 所以 我們有福利實驗 對 那個福的時候 引擎還沒發動 所以這個福利的聲文出現 這樣子 福利最福利 那 這個 所以我才說 杜秉晨要嘛就是 他只是拿這個詞彙來炫耀 詐騙集團最厲害的就是 我拿幾個詞彙 AI 奈米 謝金河 這幾個關鍵字 我就把你虎了 亂七八糟了 他只要講幾個字 哎呀全場法庭 哎呀尤其那些 那個 那個叫做 所謂的 順從上義 要準備修理 許曉欣的那些檢察官 法官 律師 他們聽到就 哇關鍵字聽到就想起來了 會特別把 潛艦聲文 這個關鍵字 完整的告訴媒體 或說讓媒體知道 讓他寫出來的 用意為何 但是這個就不用多說 他就是要拿這個東西 好像講了一副 許曉欣知道一些國家機密 好 我們先不管 許曉欣他今年2月當選了 就是說正式就職了立委 理論上他才有可能接觸到 這些相關的 因為他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那不要忘記杜秉承 他是什麼時候被收押的 3月 3月到5月份你出來咬這個東西 現在才爆出來 用意為何 他是故意想要混淆 還是說 因為許曉欣在外面講很多 對他不利的東西 他要報復 反正就大家混在一起 我現在提供給綠媒 做這個所謂的 攻擊許曉欣的素材 反正講半天 最後你們去講半天 我又不用負責 杜秉承要負什麼責任 他自己這個案子 他都還沒偵查完畢 所以想了兩個多月 想出一個新劇本就對了 先不管這個劇本 是新的還是舊的 但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注意喔 這個是現在已經6月11號了 他這個沿壓庭是5月底喔 為什麼這個時間點 透過媒體 來去把這樣的訊息來釋放 那用意為何 當然就是 民進黨現在要點火嘛 因為許曉欣最近是不是 在追什麼的案子呢 是不是因為許曉欣最近追那個 王毅川那個案子啊 是不是他有知道了什麼 所以要先把許曉欣再打一輪 對 因為其實如果你什麼 有類線交易或什麼的 如果有的話就去辦啊 就很簡單嘛 就去辦嘛 可是重點就在於說 第一個 如果今天 無憑無懼喔 就可以 只因為他是一個相關的人 他就講說啊 你們不要以為許曉欣多單純 我告訴你許曉欣問題很多 然後呢 檢調就要去跟著辦 欸 現在 你知道我們就進入那個 大舉報時代啊 這個就是 我今天只要 我不用 拿出認識 我說李佩軒 你不要以為他這個看起來 這個 這個人畜無害 他其實是一個這個 這個共諜 馬上馬上舉報 然後檢調就要去查 我們現在就變成這個 這樣的一個模式欸 欸 不用證據欸 潛艦深文 這個東西指控下去 多嚴重啊 欸 我們現在 我是覺得我們媒體的 到底 你至少也做一個簡單的 大家什麼叫潛艦深文 好不好 潛艦深文 他到底 許曉欣是怎麼樣可以取得 然後他說講的一副 他把他連結到說 因為許曉欣反對 後面的那個造艦 一次七艘 後面一次完成 所以就有關了 這什麼邏輯 這大概就跟 傅崑崎去中國大陸一趟 你就說習近平指揮一樣 對 就是你只是拿一個情境 他在國會裡面的質詢內容 就把兩個事情連在一起 說啊 他關心潛艦 然後跟潛艦有關係 那 我只能說 如果最後 許曉欣真的 就是反正我覺得司法 要辦就去辦 這個也 本來就在辦了嘛 那如果最後司法 查無實據 那這一系列的報導 這一系列放話 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的檢方 我們的法官 我們的媒體 都被詐騙集團詐騙 都被騙啊 如果許曉欣有事 他要負責就負責 如果許曉欣沒事 就代表了 詐騙集團 即便到了法庭 亂講一通 我們的司法體系 都還照單全收 其實我必須講啦 這個案子很簡單 為什麼要放出來 這個叫高宏安模式 什麼高宏安模式 你記不記得 對 水母那個部分 對 你只要咬出來 你就沒事了啦 北檢不會想要辦杜炳城 他們要的就是許曉欣嘛 他們一定想盡辦法就是 如果你有那個 轉污點 你有許曉欣的這個 這個相關的這個黑資料 你就把它拿出來嘛 拿出來你就可以翻身了 大概就是這種概念啦 所以杜炳城 好我一出庭 這個炎壓庭 我就要全部把它抖出來 可是 到底抖了什麼嘛 我看著通篇報導 我也看不出來 他到底抖了什麼啊 有證據就去辦啊 你怎麼可以讓許曉欣 如果今天聲文 這個潛艦聲文 注意喔 這個是五月底的事情 他就在法庭上面 就講了喔 到現在已經六月十一號 已經過半個月了喔 許曉欣還在外面爬爬走 如果今天許曉欣 已經掌握了我們 我們的國家機密還在外面爬爬走 還得了 我們的國安法 真的是 形同虛設耶 今天這篇報導 只是證明了 如果我們的國安系統 沒有把許曉欣抓起來的話 這就證明我們國安系統 是失職啊 對不對 如果今天許曉欣 犯了這麼天大的錯誤 掌握了我們最高機密的潛艦聲文 還是 還是 杜秉承他要講的 會不會是郭喜的聲文 難怪郭喜今天很快要跳出來受訪了 他說 他不管他說什麼也不重要 因為 許曉欣去年跟潛艦聲音有關的 只有郭喜的錄音檔 對不對 對 而且他就講了嘛 那後來郭喜自己上節目也亂七八糟 亂講一通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可是 杜秉承這個人 你不能小看他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會懂得利用 這種所謂的在出庭的時間去咬 其實 我說穿了 你看那通篇的媒體的報導裡面 都還在講 許曉欣拿那一百萬 給他的婆婆 說把他定義為利息什麼 他是已經預設 那篇報導已經預設 許曉欣捲入了詐騙集團 這個詐騙案 所以 這樣的一個報導的內容 我們先不管他 但是他的背後的動機 就是要入許曉欣於罪 那不管怎麼樣 許曉欣如果 最後被檢調查出來 他有內線交易 他有什麼國家機密 他有什麼什麼樣的步伐 就去辦嘛 那許曉欣的回應 我覺得 我看到許曉欣的回應 你就知道 這個東西大概辦不下去了 對 許曉欣好像 來啊來啊快來查 對啊 什麼都不會查到 其實他也不用講什麼問題 或就來查嘛 就是他就歡迎你來查 你認為檢調沒有監聽許曉欣嗎 你認為檢調已經 這個從這個案子發生 應該許曉欣就已經是 監控的主要的對象了 最近有誰跟他互動什麼 他們都很清楚了 所以我只能說這一波 就是延續著前面 因為大家知道 許曉欣那一波一個月 讓許曉欣沒有站立 結果反而因為進入到 國會的這個衝突 的這個攻防 許曉欣又活起來了 所以現在高層發現 這不對 許曉欣如果又咬我們的弊端 又咬一些什麼案子的話 我們還得了 趕快 趕快修理他 就繼續修理許曉欣 就只能用這個解讀 那不痛不癢的東西 對許曉欣沒有殺傷力的 對 尤其許曉欣你看前兩天 你記不記得 他還公佈了一個 那個他的網路聲量 居然比吳思雅他們都還高 高很多 而且好感度第二名 對啊就是聲量高之外 他的好感的聲量很高 而且關鍵就是加油 對 那這就表示 很多人是對許曉欣還是相信的 所以這個對民進黨的高層來講 是絕對不能 不能允許 不能允許這樣的現象發生 要繼續攻擊許曉欣 要沿用前面那一個多月 打許曉欣的模式 再打一波 他們認為這個才能夠延續 這個過去的這一段的攻擊 因為你看喔 國會改革吵了一個月 結果民調發現居然 支持國會改革還是多 而且幾乎都過半 對 那怎麼辦 這表示什麼 青鳥行動根本無效 那還是打許曉欣好了 回來 趕快回到這個 打許曉欣的這個策略 國安高層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策略 Solo 青鳥行動過了就過了 那如果富裕過了就算了 我們就進四線 這個事情我們就不要再提了 我們現在進到這個所謂的 許曉欣打許曉欣 才能夠減少民進黨的 這個所謂的傷害 他們有發現到 如果許曉欣 不斷的攻擊民進黨的弊端的話 對民進黨才會有造成重大的傷害 我想 用這樣的方式來解讀 可能會比較 符合這個事情的緣 感謝我們的觀眾朋友 抖內 北極新的抖內 終於回到中天的正常聊天室 他剛剛在這個94特訴裡面 發了幾十條的抖內 對罵台獨 因為他們限制他發言 感謝首手的抖內 曉欣為國民黨做正義的事 卻還要被清算 這個國家回到了警總時代了嗎 感謝TT的抖內 其實民進黨已經快要跟人民聖殿 叫差不多了吧 感謝觀眾朋友不同的意見分享 立文傑請教一下 這個許曉欣的大姑的老公 杜秉承 他當時的原話是這樣 我跟許曉欣是沒有血緣的家人 政治人物就是這樣 會切割他人 我手上握有許曉欣的一些犯法的示證 像是收受回饋還有潛見的聲文 內線交易牽扯等 內容敏感之今天爆料 全記錄在筆錄當中 這則報導裡面還有一段關鍵字 寫未來如果法官具體告發 或是檢察官他們檢方分案偵辦的話 許曉欣恐怕會捲入另一場司法風暴 換句話說目前為止沒有人具體告發 也還沒有針對這個案子有分案偵辦 那所謂的筆錄通常偵查不公開 不是應該不會知道嗎 就如同高鴻安案一樣 這裡面的筆錄好像都很透明耶 很公開耶 我記得在當時爆出這個案件的時候 那講到因為他不是第一次被抓 然後呢新聞報導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大姑跟他的這個大姑丈 就是這個姐夫 他們兩位就是杜秉承 好像有點就是借事借端 尤其是第一次被抓到沒事之後 就是太誇張了 我坦白說他就是太誇張了 所以後來就這一次就真的出大包了 那我還記得他在講前一次的過程當中的時候呢 他的這個姐夫呢 跟那時候也使用也打了許巧心牌 但跟這一次打法是不一樣的 當時好像有一點意思就是說 許巧心是我的誰誰誰 意思是這樣子 要綁在同一條船上的 所以當時當時他是拿許巧心有點當靠背的意思啦 就說你們知不知道我是誰誰誰的什麼人這樣子 這樣子的意思 那我覺得他上次可能覺得說 好像還蠻挺有作用的嘛 因為他後來就因為證據不足 其實是因為證據不足啦 那他當時呢就知道就是說 打許巧心牌是有用的 那這一次呢他就是往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打 我的感覺他比較像是投石問路啦 就第一個 你在一個嚴押亭上面 你為什麼會扯到許巧心呢 因為他並不是當事人嘛 對不對 那在問案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因為法官有問到說 許巧心表示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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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整段跟這個案子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他是什麼提起的呢 對不對 那如果你總不能夠 我今天法官在偵訊你的時候 你講一些543的閒話家常 加你們家的很多的八卦給我聽幹嘛 應該會被制止嘛 會 對不對 你要講跟案情有關的 所以他為什麼 他如果真的有講這一段的話 很可能就是有關於 許巧心公開的對這個相關案情 有他自己涉案的部分 或者是說有這個 反正報導的部分 他出來講了很多的陳述嘛 那可能停上用他 用許巧心的陳述來詢問 來偵訊這個杜 所以杜才會說 他可能第一個用意就是說 許巧心這個話你們不能聽 許巧心講了講了講的 這些都不是事實 為什麼呢 那他就要舉很多的例子 告訴法庭說 許巧心是一個不可靠的 他的講話是不可靠的 他是一個說謊誠信的 他講的話裡面多半都是不是人說 他舉很多的例子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這是第一個 他為什麼會這樣講的原因 那第二個我覺得 當然有更深的用意 就是想要打許巧心牌 那他什麼叫做打許巧心牌呢 因為他講了許巧心的這三個 潛見聲聞收受回饋或內線交易 其實跟本案是無關的 但是呢他呢 就想要投石問路的意思是說 那如果我可以把許巧心拖下水 如果我可以變成污點證人 我來舉發許巧心的很多的不法的行為 而許巧心是你們現在頭號的政治敵人 是你們第一號的這個政治敵人 那我如果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的話 是不是我就可以從我現在這個 眼看已經無望的官司裡面找到一個出口嗎 因為如果你今天這個官司你有一定的把握 檢放在這個程序上面是有違法的 或者是證據不足 或者是你根本就是無辜的 你應該會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跟時間 集中在說明案情上面嘛 他不是 你想想看他講這些要花很多時間耶 對不對 對於如果你是一個無辜的人 或要證明自己清白的人 你怎麼會有時間跟力氣去扯別人的事情呢 就算你對許巧心很生氣 你也不可能一直在講別人的事情嘛 所以這事實上是透露出就是說 他知道自己的案子已經很難纏了 是對他很不利的 檢方握有了一定的程序 所以他可能要脫罪是有非常高度的困難了 所以他這個時候必須在法庭上面 玩一些花招使一些策略 那麼同時問路的意思就是說呢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案子啊 並不是因為許巧心而起的 我說明一下 就說他是真的有犯這個案子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檢調要抓他是真的為了要抓他 而不是抓他來抓許巧心的 是本來就要抓他的 所以我覺得他是為了自己的案子 想要開脫打許巧心牌 那怎麼打許巧心牌呢 我就投石問路嘛 我如果只講了一個不痛不癢的 你們可能覺得價值不高 哇我講了三個對不對 然後呢第一個潛艦深文 剛剛因為那個波及講了 我就不再重述了 就很有點離譜跟誇張嘛 但是我講像收受回饋或者是內線交易 這兩個東西對任何公眾人物來講 都是死穴嘛對不對 你只要犯了另外一條都是犯了天條 所以你看他一下子講三個 就是一定要引起你的吸睛 引起你眼球的高度的關注 第一個 如果我今天這個檢察官 你抓我這個案子算什麼呢 對不對我小咖我小案 你可以高抬貴手對不對 如果我給你更大的貢獻 什麼貢獻 對如果你可以因為不管是潛艦深文也好 收收回饋也好 或內心交易也好 任何一個案好了 只要你能夠抓到許巧心 哇你想想看這個檢察官不得了 咬神官發財啦 哇賽那不得了啊是不是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可以 引起你的注意了吧對不對 一定可以引起你的注意 然後呢他就是想要交換嘛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他使用這個東西 看能不能某個程度幫自己脫罪 或者是換來輕判這樣的結果 那背後反應的就是說 他其實知道自己已經難逃罰網了 所以才會出此下策 那至於他到底有沒有掌握證據呢 他講的東西到底能不能信呢 是不是真有歧視呢 那這個檢察官會不會咬下這個耳呢 這個檢察官真的會拿這個去辦 或抓許巧心嗎 那這個檢察官他就要判斷了 對不對 因為他如果萬一是空的是假的 那他不是糗大了嗎 哇賽那他就完全反效果了嘛 所以我覺得他一定會去判斷的 他也會去根據這個人所說的內容 值不值得信呢 有沒有價值去查呢 或者是說他私底下開始去查了 我們不知道啊對不對 他可能講說那我姑且信之 我來查查看是不是真的有個譜啊 你起碼要有個譜嘛對不對 你才能夠哇那這個不得了 那就變成大新聞了 而且會在政治上引起政治地震的 所以這個東西 我相信他們內部還去還會是去做一個 一定的一個評估啦 那但是我覺得回過頭來講 我認為這個是這個度啊 他自己在為自己的一個非常無望的案子 在做一個攻防 在做一個最後的掙扎 所以徐曉星他的回應是正確的 就是說他就聲明講得很清楚 其實意思就是不想要掉入這個坑裡面 不想去跟他糾纏 然後不想又在這邊扯的 然後到最後 因為這種東西喔 台灣這個社會 你已經變成信者橫信 不信者橫不信了 你對於這一些 討厭徐曉星的綠營支持者 或綠營側翼來講 對他們來講 他們一定心裡面 反正管他是假的 只要有一天是 有徐曉星的負面的新聞 他都覺得他賺到了對吧 所以呢對他們來講 管這個事實已經不重要了 但是呢我覺得對檢調來講 這個事實是很重要的 否則的話哇塞 你這個不得了 你可以因為一個詐騙犯 所說的毫無根據的空穴來風 然後只是為了幫自己脫罪 或者是換來清罪 你就輕易的入坑 你就輕易的咬了這個耳的話 那你這以後不得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檢調呢 也不會因為這樣子 就輕易的去咬了這個耳啦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對鏡周刊 對於這種媒體來講 他一定有報導價值的 對不對 就算這個杜沒有講這個話 是假的他都可以報了 更何況杜很可能的確是有講的 所以對他來講 他也不過就是八卦新聞報一下 反正呢這個挺徐曉星的 跟罵徐曉星的人都會看啊 所以對一個媒體來講 他當然一定是報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今天這個新聞 會出來的一個真正的原因 那這個潛艦新聞的確是非常的深文啊 把這個東西扯出來的確是非常的離譜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杜 他是使盡了渾身的力氣 跟所有的想像力了對不對 那他有可能是隨便 因為人家說看著一個 贏就生一個小孩 對不對 有可能他可能有聽說 或者他根本是在報紙上面 看到徐曉星在打這個潛艦弊案 他就胡扯了 瞎扯了對不對 那這中間還扯了一個萬愛案外案 就是說他介入了民進黨的初選嘛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就算是事實 他也沒有違法呀 因為那你對手 是你民進黨的對手報得了嘛 那重點就在一樣的 那你報得了是不是事實啊 如果你報得了是假的 沒有人要理你嘛 那你報得了是真的 那你自己活該倒霉自作 你也不可活啊 是不是 問題是你是不是無辜的呢 你是不是真的做了這個事情呢 那你真的做了這個事情 就不要怪被別人爆料出來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再加上這整個的過程 其實跟違不違法是無關的 所以那這個東西又是事實 這就這也無話可說了 只是我們讓我們看 又重新提醒我們說 某某某初選輸了 就是因為他有什麼樣的問題而已 再打他一次 再打他一耙而已 我們先講一下巧克星他的聲明啦 他說呢 這個杜先生講的完全不是事實 而且他們也沒有任何的證據 檢調如果有任何懷疑的話 一定要快辦啊 絕對不能等 只是你們可能會很失望 因為什麼都沒有 而此話呢 是出自於一個被偵辦中的詐騙犯之口 過去騙人無數的事件 也早已就被媒體給披露了 這個惡行重大 說謊不眨眼 他的公信力又有多少 稍微有點判斷力的人都可以知道 是不可信的 他這輩子 唯一一個有認識的潛艦業者 他好好回想一下 發現哎呀就是郭喜 所以他也特別提出來讓大家知道 未來如果確認呢 他向庭上陳述此事 我必定會對杜秉承來提告 也非常歡迎這檢調來查 對於該詐騙犯的謊言與造謠 一概不予回憶 拒絕受訪 拒絕新聞亂象 完全不想再跟這個坑了 但是很多人已經比他先跳進這個坑 例如黃傑 黃傑就今天上午 終於啊沉寂了好久 有給他找到新的題目來講了 否則他最近只能一直窩在同溫層裡面 跟沈柏陽啊跟吳佩毅啊 講一些已經幾個禮拜前的 立法院打鬥的一些秘辛 誰還想聽啊 這早就已經過了這一戰好嗎 黃傑今天早上說呢 難怪昨天徐曉星幹嘛要突然哭 原來就是要被爆料啦 所以倒打一把 可是這個力道恐怕不太夠 歷史哥請教一下 今天周玉寇呢 他怎麼的資深媒體人 他在訪問這基督教長老教會的時候 我們叫他這個領委聯牧師 提到說立委高金素煤上週 在立法院質詢時 當著行政院長卓榮泰的面 所謂我們習近平說 引發了原住民選民極度不滿 所以已經串聯準備展開 罷免高金素煤計畫 而且立刻火力展現喔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 全台共有1270間分會 而其中原住民教會就有500間 信徒眾多 看來很有把握 要來罷免掉高金素煤啊 這是周玉寇 再次的表達忠誠之意啊 我大寇姐呢 永遠都是這個 執政黨的捍衛者 你看以前是最早的時候 在阿扁實在是台聯的戰士 哭哭鬧鬧在地上打滾 當年在地上滾來滾去 然後呢再來呢 這個馬英九時代呢 化身馬咪 蔡英文時代變英粉 到賴清德時代化成賴皮仔 那果然是賴皮仔啊 因為啊他講這個 林偉蓮牧師所講的話呢 最可笑的是 林偉蓮牧師是在節目中說的是什麼 講得很保守 而且這還是自由時報轉載的喔 我相信因為牧師應該 跟自由時報也很熟弱啊 自由時報在6月11號 也就是今天早上11點21分的報導的時候 特別出了一篇 林偉蓮牧師在節目中的用詞 似乎較為保守 稱高精數媒再不改 也許還特別幫他括號起來 可能選區原住民會提出罷免 還不是他帶頭喔 是選區原住民喔 所以啊我覺得 周一扣就是在搶聲量 愛他以徹底時搶 那因為我們被迫得討論他嘛 只能說扣解不愧是你扣解 很懂得抓這個聲量 只是永遠都是抓這種 非常下山爛不入流這種聲量 罷免高精數媒去吧 加油嘛好不好 不要讓我看衰小 說真的到現在 你爸成功幾個 你看看啊 這個藍綠立委被罷免的 哪一個立委是真正被罷免過 那個人叫做陳柏惟 我還為了他寫了一首 寫了一首歌 罷免3Q的歌 現在還在我的YT上面還看得到 所以其實今天 真正讓大家看不下去 數值比較差的是誰 是你民進黨進來這些委員嘛 明明在國會是少數 硬要用打架 硬要用這個上全世界版面的 連阿伯的媒體都會報導你的這種狀況 然後丟臉丟到家 打不贏就發動太陽花2.0 用羞辱黃國昌的方式 再打不贏 就外面就集結所謂的青鳥 再不贏就說 喔我有監控喔 喔不只青鳥跟小草是不一樣喔 然後死皮在臉什麼做的 那正經營到的事情 誰跟他走的走的走的 比如說這一次 昨天那個大陸的快艇 沖進來 然後對方說他開了200多海里 那快艇的時數大概50節來說 大概兩個半小時 他在那邊撐著 撐著 這樣衝進來 結果你竟然攔不到他 這不然笑死人了 而且海軍是還帶頭說謊 所以震驚要抗中保台的時候 他啥都做不出來 然後你看管兵說 哎呦有30分鐘 沒有這個通報聽起來很短對不對 30分鐘夠人家炸彈 30分鐘幾顆炸彈從對岸飛過來了 這拜託他笑死人 極音速的飛彈 那更別說了 可能總統府已經移為平地了 還要再等你喔 所以我覺得今天喔 民進黨啊 這個已經到了完全執政私人的結果 執政私人的結果 他就只剩一招 就是跟你玩政治的攻擊攻殺 他沒有辦法跟你就事務內容做討論 其實包括許小鮮案子 我們要把這個連在一起看 這個都是側翼瘋狂失控的結果 來我想最近大家應該都有收到這個連結喔 我也收到了 這是什麼呢 現在在綠營裡面瘋傳的 叫做清鳥東 罷免民主快猜 AKA就是S&S喔 就是說 罷免新手懶人包 他可以教你罷免喔 比如說 罷免謝國朗第二階段連署書 罷免傅崑期第一階段提議連署書 罷免不私人立委技術交流群 各區立委罷免門檻 行動注意事項等等等等 做成一戰四的網站 而且他還跟你講喔 哪個地方可以去罷免 比如說桃園啊 差距最小的是圖全集啊 罷免高宏案在新竹啊 罷免林思敏啊 苗栗可以罷免誰呢 寫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而且各個社團都幫你做連結 你這不是不打自招嗎 本來我們還說你們不是綠營的對不對 還說我們拆良行動是民間團體 還有包括前日演不下去的那個霸猴 還自己分裂了嘛 最後自己發個聲明 至於最後款項有沒有弄清楚 我們也不知道 那這些傢伙他們都還說是民間的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躲在這個背後啊 這號稱那個太陽花女郎的那一個啊 那個叫什麼名字來的 劉喬安 對這個陳喬安嘛 劉喬安嘛 他躲在後面然後來側洞 這個所謂在時代廣場的廣告 我跟大家講啊 最扯的是他們 台派自己坑殺自己啊 我說他們叫愛台派妨愛的矮啊 這些愛台派們 還自己坑殺自己人 那個設計師還跳出來說 哎呀被盜用了啊 什麼款項不公啊等等 現在吵得一坨像江湖一樣 我都不想看 然後把設計師給提出去了 對對把設計師直接 Kick out出群了 這就是他們這副德性好不好 你們這副德性 老早我在玄學時代的時候 就接觸過這些人 這些人裡面有多少人是爛人 哎呀實在是不想講了 因為接觸很多才知道嘛 對吧但是以前 因為我們真的就是大家 為了愛台派啊 所以這些人的人品怎麼樣 說實在我們那時候大家知道 可是都不會說破 可是後來呢 這樣什麼一大堆了 私人人品就算了啦 什麼劈腿什麼 那你家的市長會爛的管 但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們把這些私人的 歪哥起床 拐瓜裂著的個人品性 丟到了公共平台上的時候 那你就會發現 那到底是在罷免 他們還是在玩所謂的交換遊戲 還是在玩這些自己個人情慾遊戲之類的 亂七八糟的一大堆 就你就知道這些人 平常為什麼是無業有名 因為正常人正經人做工作 探集就不會有 送自己在罷免 那真的要嚴重罷免 自然要來民意就會形成 像當時 對不對王浩宇 就被人家罷免掉 罷免王浩宇的都是正經人 大家為什麼極解 因為這是太爛了嘛 爛到極點 陳柏惟也是啊 對啊陳柏惟嘛 我那時候還去下面幫助講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民進黨的一個困境啊 他其實已經形成一種囚圖困境什麼呢 就是因為執政的內容跟品質實在太糟糕 再來呢 透過抗中保台煽動民粹的方式 獲取選票實在太容易 然後呢還有第三點 他們這一些拐瓜裂藻 慢慢的也從學生變到了所謂的社親 現在慢慢的已經進入到了政府的中層 甚至於高層 甚至有些擔任立委 譬如說幾個側翼頭 現在都變成立委 變成大教授 變成什麼 沈柏漾啊 沈柏漾就是標準的一個側翼頭啊 那他這一種人他的邏輯 就好像他們以前在同文層面 這邏輯是能通 但是當你到了社會大眾的時候 你這邏輯能通嗎 你這邏輯就笑死人了嗎 笑掉三四顆牙齒 門牙整排都漏風 還在那邊說 你看我的笑容美嗎 這樣子 他們自我感覺良好到極點 其實今天挑釁是一樣 這叫做失控的側翼 也就是狗咬尾巴 或尾巴掉在地上自己咬 民進黨呢 每逢到了焦慮感很重的時候怎麼辦 第一個方法 暴力碾壓 結果發現在國會暴力碾壓 反而被國民黨打了回來 失敗 第二個呢 用非正規的手段 用所謂的民意裹挾 這個所謂在野黨 或者裹挾敵對政黨 好結果青鳥發動之後 發現青鳥的動能 實在是上不來 再來呢 針對特定人物進行 人格抹殺式的攻擊 他們曾經成功過 第一個受害者 那個人叫做韓國瑜 對不對 結果他們大概很痛恨 痛恨韓國瑜 結果痛恨了半天 四年後韓國瑜回來當 立法院長 所以現在啊 悲憤啊 氣啊 總要發泄個地方 去哪裡 就找徐巧欣來發泄 那這個就是一個毀心計畫 毀心計畫 之前我在自己的直播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做過很詳細的解釋 但現在這一次啊 杜秉承這個 我跟大家講 他們想要讓心碎啦 但是可能會變強心增 你這樣子沒有碎成功 反而徐巧欣更強大 為什麼 第一個 其實巧欣講的邏輯 我也是我邏輯 我第一時間看到杜秉承講說 啊靠 詐欺飯的話有什麼好性的 就你綠媒相信 啊沒有 因為你們就詐騙電台嘛 所以呢 你們就跟詐欺飯一夥 你會相信詐欺飯的話 再來他們邏輯是什麼 很簡單 杜秉承千咬萬咬就咬一件事 許巧欣是中共的同仁 是共諜 是第五重隊 他就是要勾上 現在時下最夯的IP 就是沈柏陽所帶起來的IP 沈柏陽說 台灣有數十萬高風險族群 所以必須要做監控 還要成立專責機構來監控 好那這些高風險族群呢 他本來講的太廣闊 被人家罵嘛 所以他修正他說 接觸中國黨政軍 那誰是接觸中國黨政軍呢 什麼契約等等 那我問你 中國國民黨算不算 中國黨政軍呢 大陸民眾黨算不算 中國黨政軍 不是台灣民眾黨 不不不 他們說民眾黨是大陸民眾黨 藍白都是紅的 對不對 這他們邏輯啊 你自己去看他們社群 每天都是這樣講啊 對不對 民眾黨是中國民眾黨啊 這些坦口就是從這個中國來 他們就是這種邏輯 第二B 做一些違反民主的行為 那什麼叫做一些違反民主的行為呢 我來定義啊 所以A加B就該監控啊 所以許巧欣是不是壞蛋 中國國民黨的許巧欣嘛 做一些違反民主的行為 監督民進黨就是違反民主的行為嘛 那許巧欣還不是中共同路的 還不是中共第五重隊嗎 當然要處理他啊 所以他其實所有都是一樣的 包括要罷免高金素媒 高金素媒 你跟中國國民黨有來往 你跟他一掛的 所以你符合A 第二個你說我們習近平 不是符合B嗎 違反民主的行為 你怎麼可以說我們習近平呢 又掛進去了 全部都是一樣 這就是剛好我講民進黨的囚徒困境 民進黨已經進入到一個近是瘋狂的階段 所以禮拜天的時候啊 也是在沙發主持的時候 我在報怪也講嘛 綠粹嘛 他們已經進入一個 納粹化的一個情況了 這種綠粹的行徑 你可以看他所有的行為 都跟現在時下歐洲最流行的 新納粹很像 但有一點他們比新納粹還要兇猛 新納粹主張是透過議會路線 來取得執政權 民進黨不只要透過議會路線 他們更接近於 比新納粹更突出的地方是 他們的納粹路線是什麼 就是透過暴力奪權 當年希特勒有國會縱火案 有長刀之夜 有這些所謂的暴力的方式來奪權 民進黨用了輕鳥行動 只是他不敢衝啊 現在被爆料說是美國家不要衝啊 所以沒關係繼續衝 繼續加油 繼續當納粹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呢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請好 請好 請來